大家好 我现在在巴基斯坦 今天我们看一下巴基斯坦网吧 和中国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网吧的保安 身上憋了枪的 这是我的朋友 Ludy 他的名字叫Ludy OK Let's go 这里网吧都是有保安的 这是网吧的入口 上面写了一些游戏 This is games 这就是网吧 Hello guys 这个网吧的电脑有一点少 大概不到十台电脑 这里上网的几乎都是小孩子学生 Hello you too 你好 和中国叫 你好 快说中文 你好 你好 Chicken chicken 他们在吃鸡 来这里上网的人几乎都在打游戏 然后他们的上网费用是一个小时是100多币 100多币也就人民币4块钱 然后这里写了 如果是三个小时的话是8块钱 就是你上的越多 然后越便宜 然后还有打游戏的项目 这个网管人特别好 还给我喝免费的可乐 我给网管申请了一个小时的游戏时间 他说中国人不收费 我看这个电脑里面只有6个游戏 CSGO 就是CS 还有DOTA2 然后还有吃鸡 另外三个游戏都不是很熟 但是没有英雄联盟 我现在所在这个城市是巴基斯坦的第二大城市 人口有1000多万 发现他们的网络有个问题 就是你打什么Bilibili 一些中国的网站都能打开 你要不打不开百度 反正百度系的所有网站都打不开 比如说网盘 百度浏览器 百度的这个搜索引擎 Do you know 百度 百度 is like Google Oh yes I know You know Baidu But why can't open Baidu Band Yes it's Band Why Band I don't know 哦 我这小根呢 Pakistan German doesn't like Russian and Chinese searches They don't want those 他告诉我巴基斯坦是屏蔽这个百度的 他也不知道 他说巴基斯坦屏蔽了中国的一些网站 和俄罗斯的一些网站 但是可以用Google Do you know Alibaba Yes Alibaba That opens here 哦 他也知道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is famous group 我们试一下阿里巴巴能不能打开 Yes Alibaba Yes Alibaba 我觉得巴基斯坦这个网络屏蔽百度 真是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因为百度在我个人看来 它并没有很大的竞争力 对于谷歌来说 还有如果他们国内要打造他们自己的搜索引擎的话 没必要屏蔽百度 可以屏蔽Google对吧 我问了一下我这个朋友 如果他们要看视频的话 就会选择YouTube和这个手机上的抖音 就是TikTok和中国的版本不一样 然后如果要用搜索引擎的话 就只用Google Google是来自美国的 他们如果购物的话 是用什么DARAZ这个网站 他跟我说这是被阿里巴巴收购了 这个网站是印度也在使用的一个购物网站 就他们这两个国家乃至整个南亚 都用这个Shopping的网站 他说在Dallas上面 可以买到生活用到的所有东西 然后他们最喜欢打的游戏就是吃鸡 Do you have to buy something in Dallas I buy clothes Clothes And the other? Phone stuff, accessories Oh, you buy phone in Dallas 这个哥哥们告诉我 他衣服在上面买 手借在上面买 好的 那么网站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但是不能用百度 是有枪 持枪的保镖 然后来保护上网的人员的 Bye Bye